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印象中可能大概走路走得稳一点 就跟他一起在船上玩 就跟他去装货卸货 或者修船或者怎么样 就跟着他去玩了 我是对这个海上的生活很有兴趣 如果是进入这个行业 我看的是很自然的 就这么倒入这个行业里面 我从心里面订了说 我希望我一年里面 可以把它还清 然后那时候我就尽量的省钱 我可以说是每一天我都吃面包 即使到了面包发霉 我都吃了 我就把发霉弄掉我就再吃这样 我吃了大概 我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到六到八个月里面 我就把借的钱全部还清了 然后清河之后 就变成一个娱乐的中心 那个船上所在的客人 不再是货物了 也不再是修船工人 或者船员 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游客 这三间公司的性质 有很大的共同点 都是我们华人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 我会发展这些行业 可能是我用过 我住过 我经过 所以我觉得我很熟悉 所以我也希望 我在做的同时 也时常有勾取我一些回忆 然后我也希望我的经验 我的经过 可以弄得更真实 更有趣的呈现给大家